祭群法师,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人,谁是我们这个世界最自由的人?就是佛陀。他由彻底断除烦恼而得大自在,他所领导的僧团,则是追求自由的团体。 卢梭曾经说过,人天生是自由的,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这和佛法关于自由的观念有某众相似之处?佛法认为,命运是由每个人自己决定的,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行为改造人生。 从这点来说,我们本来就是自由的。但是,真正的自由并非人人可以享有。如果我们是自由的,也就莫有追求的必要。 在生活中,除了社会观念、习俗带来的束缚外,内心深处的重重烦恼更是我们难以挣脱的枷锁。 与生俱来的无名使我们不自由,对名利地位的贪心使我们不自由,对各众为人的称心使我们不自由,只要我们还在烦恼的状态下,即使拥有再大限度的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,依旧无法获得更为重要的心灵自由。 人类对欲望的支柱是我们无法获得自由的关键之一。 在生活中,欲望带来的牵挂无所不在,包括利益、家庭、人际关系等,把我们心中的每个角落填得满满的。 当欲望占领我们内心时,行为和意志必然处于它的支配下,哪里还有自由可言? 古德云,无欲则刚。 只有摆脱欲望带来的束缚,我们才能莫有负担地追求自由。 除之助欲望外,业力也是获得自由人生的障碍。 从个体来说,业力是某些人生来六根不全,也使某些人一生穷困潦倒,对于他们来说,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,自由就更是奢望。 从整体来说,业力是我们生存在不自由的环境里,如文革的十年浩劫,既是错误的政治决策使然,也是我们的共业使然,在那样的时代中,每个人的自由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冲击。 另外,不良习惯也是影响自由的因素。 串习来自生活中的长期积累,它所形成的惯性力量,往往会超过理智的约束。 很多人也有心向善,但习气使他们缺乏应有的自控力。 很多人也不希望痛苦,但习气使他们缺乏摆脱痛苦的决心。 当意志战胜不了串习时,人们只能身不由己地被烦恼锁转。 所以说,人的意志既是自由的,又是不自由的。 这种不自由,纯粹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 学佛修行,就是要战胜众众数负我们的力量,要与烦恼和串习作奸决斗争。 通过戒,定,慧的修习,由规范心形而降伏烦恼,进而铲除痛苦之源。 这样我们才能成为自由的人,成为自己的主人。 佛法提倡的解脱自在,意义正在于此。 是会所谓的解脱自在了数字最终来的解脱自在了数字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